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佩妮教育數學 那我們要先來看一下之前留下來的作頁 在這個 上一集留下來的作頁裡面呢,有這麼一個問題 他說f是這個 -x平方加2x加3 然後說,而且f-1等於f ,然後問你這樣t會等於多少 那這一題呢,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快速解法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 你就去真的算,f-1會等於f-t 換句話說,如果我用t帶進去 會等於我用-1帶進去,那-1帶進去的話是 -1-2-3 -1-2-3 所以是-6 然後去解 那理論上你解出來 就是 解出來的答案裡面呢,應該會有一個就是-1 就是這裡有1-2-4嘛 對不對 那你去解,解出來的答案應該會有一個是-1啦 那 可以 這個,允許我不要解他 應該會自己解 那 另外一個方式呢,就是從他圖形的現象本身來看 你看我們之前解這麼多題目,一直以來我就在 這個 營造或引導一個觀念,就是說我們要靈活的看待 二次函數 而不要只是把它一直當成是代入求解,連立求解,代入求解,連立求解的行為 那二次函數不管是他 跟這個x軸相交的兩根 圖形的對稱軸 頂點 這個圖形的對稱的特色 這個圖形跟 某一個y等於2所交的兩點的特色 其實都蠻 值得探討的 那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現在的課綱不希望 學生在這個單元花太多的時間計算 所以出的題目可能 不會那麼複雜 但是 我是覺得就是不要為了說 為了要題目不要太難 為了要讓題目簡單一點 而讓整個姿勢變得很零碎或死板 就是大家都來 就像我們之前學 那個 一次函數就是 反正就是 色ax加b帶進去啊 帶到後來學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色ax加b帶進去啊 就是色ax加b帶進去啊 那多沒意義 那你看像我們這樣子來去看待這個圖形 用-1帶進去的值竟然會跟用t帶進去的值一樣 那 函數值在 在圖形上就是y y等於fx 也就是說 -1所求出來的y 跟x是t 所求出來的y 是同一個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如果他過兩點的y相同 所以說其實呢 這個 因為領導係數是負的 所以我開口往下畫 所以其實他就是希望你發現 我啦 題目是我出的 我希望你發現 這一點 -1y0 和這一點 和這一點 TY0 他們是對稱的 就是他們的位置一樣嘛 所以他們應該以 對稱軸 為這個 就是以 圖形的對稱軸 作為他們兩點的對稱軸 他們應該是對稱過來的 那這個圖形對稱軸是什麼 回來看 這條式子 這個圖形的對稱軸會是 2a分之負 就是你配方之後 裡面的括號 裡面那個x-h 他應該是 這個 x等於1啊 x等於1 那所以啊 -1 然後 1 然後 t是3啦 可以嗎 其實希望你們從這裡算出來 那 好吧我很快的 在這裡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 他移過來之後是加9 然後同乘符號 t平方-2t -9 ㄟ 喔超錯 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之後是 加3啦 乘符號是-3 所以 所以另外一根就是3啦 可以嗎 那這一題其實並不期待 並不是真的想要你們 帶進去展開 但你當然只要帶進去展開 我也會很認同啦 就是說至少你知道 這個函數的值帶進去 等於 函數的值帶進去 你會操作這個動作 這樣也算是有學懂啦 但是我其實是更希望你們能夠發現 這兩個點的x是一樣的 x帶進去y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是對 對秤與這個對秤軸的 然後現在來看這幾題 所以我出的題目都有點特別 就是希望說從這些題目可以 更認識 函數的式子跟函數圖形的關係 來看這裡 y等於ffx是這個 我知道領導係數是a4-1 然後 h跟k其實都不知道啦 他說跟y等於3交1點 那麼 與y等於1交於ab2點 問ab 可以嗎 我們來畫一下他的圖 我們來畫一下他的圖 開口是向下的 y等於3 y等於3 跟y等於3交一點 其實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頂點 坐標的y等於3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k等於3 可以嗎 所以k等於3 所以其實這一個 這條式子已經可以寫成是 負的關號x-h的平方加3了 已經 這個兩三個位置數 ahk出來兩個了 他要跟你說他跟y等於1交ab2點 那他既然跟y等於有交兩點 他跟y等於有交兩點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交點就是連例嘛 等於說 這兩點符合這個圖形又符合這個圖形 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y都是 這兩點的y都是1嘛 那我這樣子我帶進去就可以連 就可以這個解出x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h還在 所以你解出來的x會有h 那這一題呢他其實也 如果你沒看過你可能會 因此困惑啊 那我就在這裡直接講 就是說其實這一題的h他是沒有辦法解開的 那 加3等於1嘛就是代入嘛 代入之後呢 這個移過來3移過來是-3 1-3是-2 再同層符號 x-h的平方是2啊 所以x-h是 x-h是正負根號2 所以x是 x-h加-2 x-2 對不對 好那到這裡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也就是說這兩點 1點叫做 x-2 1 1點叫做 x-2 1 對不對 好那 所以他們距離多遠 距離就是 h加-2-h-2 他們的距離就是 2-2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那我們之前有教過一個解題的技巧 好就是說你可以想像 我把這個頂點的地方當成遠點 那現在這一條就變成y等於 0就是x軸 那這一條就是 他比他下面兩單位嘛 所以這條是y等於-2 所以你可以把他改寫成是 另一個方式你把他改寫成是 這個 g q是負的x平方 負1然後x平方 這個時候他頂點0 你就沒有這個h的困擾 你就直接寫 這個 y等於負x平方 和 y等於負2 然後你去連例 那連例解出來兩個x就是正負跟號2嘛 你就會發現他的 ab線段是2跟號2 那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方法 那 y等於負x平方加3x加1 跟y等於2x平方加1 兩個圖形的交點 求這兩個圖形的交點 那其實呢 這一題 是這個比較單純的計算題 但就是你要知道要算什麼 那這題完全就只有在問 一個 一個關鍵就是你知不知道 圖形交點就是在解連例 所以y會等於 負x平方加3x加1 也會等於 x加1 所謂的圖形 就是說這個圖形上的點 會讓等號成立 那圖形的交點 那圖形的交點 就會同時讓兩個圖形 的等號都成立 所以就是解連例 那解連例用代入的 你就會得到 負x平方加3x加1會等於 2x加1 一向 x平方 減x 等於0 x等於1 或0 這樣 那 那 x等於1的時候 y會等於 y會等於3 x等於0的時候 y會等於1 所以 他的交點有兩個 一個是13 一個是 01 可以嗎 那這個兩個點 你仔細看 他的y不一樣 那因為我這條線是斜的 就是說 我是一條 開口向下 那個次函數是開口向下的 然後我這條線 斜率是正2 這樣他會交這樣 這兩點 那 就是說 尤其我如果 畫這個圖 我不畫圖 其實是好心的 我如果把這個圖 附出來 會有更多的人 想說 這個我沒看過 那我怎麼會算 其實就是 解連例 我們早就知道 其實都之前都講過的事情 那只是說 你沒有看過他以這個方式呈現 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這個我不知道 其實也沒有 該交的都交過了 那麼來看一下 這兩個題組 那 這個 不知道現在大家看到 連續放很多個 還是會不會覺得很恐懼 其實沒有必要恐懼啦 這個 哪個圖形 位與Y軸有相交 其實 與Y軸有相交就是 這個 等於0的時候有根嘛 你就判別事算一算 對不對 判別事算一算就知道了 那這個B平方減 有相交要大於等於0 來 B平方減4AC 9-12 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B平方減4AC 9-4有 然後這個 B平方減4AC 這個是用加的喔 這一定有 因為他減4AC的時候會加4 所以去 B平方減4AC 9-8 有耶 B平方減4AC 那這個 剛剛好 16-16 其實你假如把它 除掉就是 1-21 這個會剛好相切 重根 對不對他是完全平方式 B平方減4AC 這個也是加的嘛 他是9加4 那這個也有 題目是說 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麼就是 他們都有 只有他們 所以 喂 這個焦兩點 這一箱切 那只有F5 無焦點 所以答案就是 F F5 可以嗎 下面這一個 他說哪個圖形 跟他沒有相交 那其實呢 我們已經發現 他 這個 我們在討論 在前面討論過這麼多的 這個二次函數 你應該知道其實 頂點的 X座標左右移動 跟那個 相不相交 沒什麼關係 我們看K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個K是正二而且開口向上 那這個怎麼樣 碰不到 位與他相交 那就有 K是正一但是開口向下 我們畫一個 座標走 頂點在正一 開口向下 就會碰到 頂點在正二 開口向上 就碰不到 頂點是 頂點的Y座標在哪裡 0 他的頂點是20 開口向上 那頂點的Y座標竟然是0就一定會碰到了 頂點的Y座標是1 這個開口向下 這也會碰到 頂點的Y座標是正一 開口向上 這個就碰不到 頂點的Y座標是 負的開口向下 這也碰不到 你會發現我喜歡在問題裡面放一些什麼 根號2啊 π啊 就是要讓學生就是感受到說 就是被奇怪的數字驚嚇 那其實就是這樣啊 整個討論起來是很簡單 那這一 這一集要特別的這個新教的知識就是這裡啦 就是說我們要 開始進入到 二次函數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應用問題 梨園裡面有 梨數20株 如果每株的 一年都會產100顆的 那個梨子 那 因為這個土地的養分有限 如果多種了一株 就會使得每一棵樹 一年都少產兩個梨子 那我希望我今年的產量要最多 那會有幾株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之前在一元二次的應用問題看過了 所以那個列式我們已經列過了 只是在這裡我們不是求 我們在一元二次的時候是 特定想要他產 比如說1200顆之類的 那在這裡我們是要求幾株嗎 要最多株 那所以就是說梨數的產量是幾 看他有幾株嗎 乘上每株有幾顆嗎 對不對 比如說原本是20嘛 20乘100 但是現在不一樣啊 我現在 要多種 假如說假設多種X株 那多種X株每一株就會少產 我每種一顆就會少產兩顆 所以每多種X株就會少產2X株 那這一點呢 就是說老師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解 一元二次 尤其是應用問題 留意一下學生到底這個2-2x 這是寫不寫得出來 他如果這裡 就是寫說少種兩株 他就會寫簡株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叫他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寫這個 社 社 多 種 X株 那其實這句不是重點 重點是下一句 則 如果有一路都一直看有熊老師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我很在乎 寫用問題射完X寫這個折 折怎麼樣呢 你讓自己有這個 這是思路 讓學生寫這句話 是讓他模仿我們思考的路徑 因為他顯然沒有辦法自己完成這個部分 所以你讓他去學習 我假設多種了X株的話 那麼每株會增加 每株會減少 多少顆 那因為多種一顆 每株會增加兩顆 所以多種X株 每株會 多種一株 多種一株 每株會 少兩顆 那麼多種X株 每株會少 2X株 好啦那接下來的問題 事實列出來其實動作就完成一半了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要做什麼 那所以一樣 老師留意一下 學生到底知不知道 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沒有要解方程式 因為沒有方程式可以解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產量 總產量 那麼總產量要最大化 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你的Y 這個就是你的F of X 你要求他的極值 可以嗎 那就展開來配方 展開來配方 所以我們會有-2X平方 然後- 40X加100X 然後加2000 OK 那我把-2提出來 然後 100-40是60 但是被我提了-2了 所以剩下 -30X 就是 這樣子 那於是呢 對不對 那這裡就加 225 這裡面加225的話 其實是減了 450 減了450的話加450 所以說 這個要讓 要讓產量最大的話 要 多種 15顆 然後 這個收一年收成 2450 可以嗎 可以嗎 其實這個問題呢 有一個方式可以比較快的得到答案 我們今天在學 剛學完那個 乘法公式的時候有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 長方形的 周長如果固定的話是正方形的面積會最大 這件事情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時候證明的方式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周長固定是4X 那也就是說他化成正方形的時候是四邊都是X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的面積是X平方 那我周長固定是4X的情況下我的長每多1寬是不是就要少1 那這個時候我的面積x加1乘-1是x平方-1 我如果長多2寬就少2 那這樣我的面積是x平方-4 你就會發現我越不像正方形越細長就面積就越少 所以 周長固定的情況下正方形的面積是最大的 那然後面積固定的情況下 所有矩形如果面積一樣的話 他的那個正方形的時候是周長最短的 那在這裡面有類似的情況就是說 如果你合起來固定的時候 你要讓乘起來有最大值 這兩個是一個是 這個是長這個是寬嘛 如果你長跟寬合起來是固定的話 你要讓乘起來有最大值的時候 那就是讓長跟寬一模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到大家高中會學到算幾不等式 那那個時候高中會在證明我們在這裡不教 那 其實這裡這裡就是一個 某種形式的證明 只是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讓乘起來有最大值然後你 加起來又要固定的話 那 對分的時候就是長跟寬一模一樣的時候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問題 他現在有離數20顆 然後每年 每 一株 一年會結果100顆 我們已經知道 多種一株就少2顆 我現在有20株 結果是結100顆 多種一株就少 這邊就會少2顆 我如果多種2株 22株 這裡就少4顆 變成96顆 那 多種3株就少 這裡就少6顆 那我如果少種呢 對不對 我如果少種一株 我們想像雖然題目沒有這樣講 我們想像 我如果少種一株 那這邊也應該要多 2顆才對嘛 就假如我只種19株 這裡應該是109顆 對不對 換句話說呢 我們想像就是這裡有一個兌換機制 像那個什麼 台幣換美元 那個台幣換點數 那個 20塊的台幣換100塊的點數 這樣子 我的這個台幣越多點數就越少 台幣越少點數就越多 就1比2兌換 這樣子的話 我有100點 相當於換成台幣50塊 也就是我這裡每株100顆 你假如想像我今天如果失心瘋 我一直種 一直種 對不對 我不是種一株就少2顆嗎 我一直種 種50顆 我這裡種到 70的時候 我這裡就降到0 那就什麼都沒有 種一株就少2顆嘛 多種50株就少100顆 那又或者怎麼樣呢 我今天如果 少種 我都不要種的時候 那我這裡其實可以有140顆 我少種一株就會多2顆嘛 少種20株就多40顆 也就是說你我們今天想像他可以自由兌換的時候呢 最後我要的產量是由這兩邊乘起來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剛才講 乘起來的時候呢 這邊100株我們把它轉換成是 相當於是 50顆 那也就是說這裡 是70 這裡是 70 070 也就是你總共會有70顆樹 任意你的調 任意調配 有的時候 就你決定幾顆樹拿來當 樹 就有幾顆樹拿去換成這個 水果 拿去換成梨子 這樣子 那我們剛 講 你最後的產量是由他們 乘起來的 那最大的產量會 落在 他們兩個剛好均分的時候 也就是會落在 你剛好拿 35顆樹來種 又拿 35顆樹去 當水果的時候 好那你會發現 這就跟我們 剛才所 算出來的一樣 就是你多種15顆 也就是你總共種35顆的時候 你每年的產量會到最大值 那 因為 因為我們實際上沒有使用算解不等式 所以沒有辦法寫出很流暢的 計算式子來去 讓老師知道說我是這麼算的 所以這個並不能夠視為是一種 解題方式 那只是讓大家在看到題目的時候 就是 你可以很快的知道答案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算對 或者說如果他是選擇題 你可以很快的挑到正確的選項 那 這就是有這樣子的道理 從這個 舉行的面積跟周長的討論而來 那麼 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那我們這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這就上到這裡